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最近我的好姐妹的老公好像对我好好感 他不英俊又不高大 不过他真的是一个好好先生 又会煮饭又会煲汤 上个星期我生病的时候 还特意煲汤 送到我家的楼下 由于我好姐妹跟她拍拖 我才认识她 平时其实都是这样打招呼 最近才叫接触多了 最近有一次跟她吃午餐 葛胡 因为工作关系 我觉得她对我真的很温柔体贴 还有她有时候会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葛胡 其实到这段时间她坐着有意无意地找我 碧莉哥 康正哥 老实说 我快来 或者已经是静女了 有时候我都很想找人 关心一下 关心一下 而且起码 我清楚这个男人的底细 我知道我有这样的想法 不是那么好 但是是不是很差 如果是你 或者是国外网友 又会怎样做呢 女人 36岁 有人表白 已婚 好姐妹的老公 不过她真的很闷 有点想找男人 乱绑一下 而且我又知道她底细 起码不是那些小狗 你会怎样的 阿静 有什么意见 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条件 她是什么条件 不要这么犯战 但是 找个人陪下自己 又不是要跟她结婚做人生 如果你真的想决绝她 就什么都不要回她 湯都不要喝她 甚至乎 会不会跟她老婆说 如果是好姐妹都要的 如果是好姐妹都要的 是啊 我就不会建议跟她老婆说的 是吧 就是你要不要这个女朋友的 你这样做呢 一般来说是穿着的 你这个女朋友都没有了 嗯 而一穿呢 这个男人呢 九成九呢 她就回到她老婆那里的 九成九 嗯 另外 如果你跟她在一起呢 其实都很阻挡你 就是36岁 嗯 嗯 懂男人的 就是现在你最后博实 这几年了 嗯 那其实是不是可以 真的 你譬如 你换 怕散拖是可以的 不用跟我 好姐妹的男人 就是 明白啊 你现在一直在想 你喜欢我嘛 你动我情嘛 你大把男人都要啦 他现在动我情 一个男人对你好一点 你都可以带 但是你喜欢其他 不是 他现在动我情呢 就觉得 起码我知道 比较值得自己 你怎么知道她是底細的嘛 外面的人我都不知道她是底細 喂 你知道她有这样的底細 你都要 嗯 她又不高大又不英俊 啊 帕 你不如你WhatsApp 你不要 Biddle 露博果82429 你让我看看 是 我們介绍 那些孩子给你 由方哥啊 不用的 一定是方哥 我认识很多人的 是 你反正想着 我也是很悶 想人关心一下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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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是关心一下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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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了,另一個變成靈異故事 大家好,我一個護士,會有的工作都很繁忙 要照顧很多病人,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習務要做 所以我經常都覺得很累 有一晚,我回家,巡病房的時候 我看到病人躺在床上,動都不動 我走過去一啟,發現他已經抹大眼睛照顧照顧看韓劇 已經暈了,我立刻按緊急劑,叫支援 過了一陣,醫生他們講到來了 就展開搶救工作 他們將他送去手術室 和病人進行這個心肺復甦的手術 我在手術室外面很緊張 因為這個病友,這個院友其實都住了很久 我覺得他不應該這麼嚴重 我不知為何,那一刻我有些壓力,有些焦慮 我祈禱,希望他能夠度過這一關 最終,在醫生不懈努力下 病人終於恢復了心跳和意識 那些同事跟我說的時候,我也想我口氣 第二天,我去探望這個病人 但他對我的說話,真的令我很震驚 姑娘,多謝你幫我祈禱 老實說,姑娘這麼忙 我想他們為何會這樣 其實我覺得他們不是無心 很少會 你知道醫院成為有病人 很少會這樣,有限跟別人祈禱 然後我很自然地說 他怎麼知道 我只是見到你在手術室,一直幫我祈禱 靈魂俗 除了你之外 我又見到我死鬼老爸來接我 我聽了病人的說話,覺得很驚訝 然後他還說 我老爸死了很多年 一直都很掛著他 終於昨晚見到他了 不過他的樣子都好像很健康 沒有了病 他還跟我說,你還未夠時間 所以我來看看你 我不會帶你走 我聽完這個院友的話 半信半義 一時都不知道說什麼好 就隨口說 你見到你老爸當然很開心 昨天是這樣的 病人檢討 是啊 他昨天臨走的時候 還給我一個護身符 然後這個病人 竟然在口袋裡 真的拿了一個符出來 哇 這個就奇怪了 在夢中 醫器中之中 還是一向都帶著這個呢 我看這個符 它是一個玉佩來的 是一個圓形 半透明的翡翠 上面刻了一個 觀世音菩薩 慈眉善目這樣 玉的質地很厲害 顏色都很漂亮 我在那裡看著那個玉佩 感覺到這個玉佩 好像有一股能量 令到我好像有些安心 和很溫暖 我把玉佩給那個病友 我說很漂亮啊 你收上去吧 那個病人點點頭 然後就把護身符 放回到口袋裡 接著我就問他 你現在覺得怎樣 我覺得很多了 其實這個病人 他是器官衰竭入來的 年紀不是很大 通常一般這種情況 其實只要他活動得 治癒 都要出院 因為你的器官 他不會讓你撞起院 那段時間 病人狀況好像好了 他臨足院前 我們看他的經驗之內 那幾天都會出院 也不用用拐掌 也不用用輪椅 自己可以走得比較長一點 他沒有說什麼器官衰竭 我想如果心臟衰竭 有時怕不夠氣 也會有的 有一晚 我見到病人 在醫院下面一棵木棉樹下面 我見到他閉上眼 心呼吸 然後我忍忍若若若 竟然 見到一個白影 那樣的東西 還是黑影 從天而降 和病人聊了十幾分鐘 十幾分鐘 我估計 當時我很害怕 但我估計 白影不可能是病人的爸爸 所以我都沒有打擾他們 畢利哥 康政哥 其實我本身是一個唯物主義者 一直都不相信這個世界上有鬼 直至是護士 但是 在這個病人身上的事 另外對人生 有了新的看法 我認為人生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 而我們看到的 只是一個很少部份 這個世界上 實際上還有很多未知的事情 那 護士姑娘 我還沒有遇過這些情況 但是呢 我就不用遇到這些情況 我都知道這個世界上 實際上太多我們未知的事情 這些叫什麼 憑死經驗 他輸多 太多了 這些絕對 不是 他的憑死經驗 即是他今次這個 就不是由死者講 是由他再旁觀者講 加上看到譬如天上的影 你知道陶傑自己也講過 他那次車禍 他講過很多次 但是最奇怪的就是 根據 我記得Lowen上來講過 那個 在美國那個 有個憑死什麼組織那些 不知道他有什麼名字 真的我不記得了 他說 他們綜合了所有 又加上他們去練習靈魂出校 又綜合了所有 曾經有憑死人經驗去做 發覺了一件事 就是 是很接近的 即使你信不同的宗教 又有不同的想法 你這個憑死經驗都很接近的 就是回來 通常都會見到那些光光 就是那些親人 而最特別的就是 如果你是信基督教 你就真的會見到 譬如 天使 有道光 有道光 是吧 或是疑似耶穌人 如果你信道教 你就真的會見到 譬如 觀音 關以國 我聽說有些信佛教 真的有和尚幫你去練習 是的 所以 我記得 Lawrence說過 其實就是 那個意識 明定的控制 這些憑死經驗 是很多的 當然 你首先要搞清楚 靈魂 如果要否定 就好像說 那個人都死了 又何來有電波 老電波 其實 我想用老電波 這個形容詞都不太對 當然 是一種能量 你可以爭 這些是否究竟 人死了之後變出來 還是怎樣的 是否 因為我們未死過 你不知道 所以這個世界 靈魂是否一種變出來 是的 很多樣子 那個靈魂是一種形態 是不是有形態 其實 會不會是外星人 有些 真的很奇怪 變成你親人 很奇怪 可能有很多不同 很多 很多 老實說 我現在 譬如說 撤死 我這一刻 生生生 這一刻我死了 我全身的東西都在那裡 有些人說 我 聽了多少 就是靈魂的充量 靈魂不一定要有充量 這個就是生命的奧妙 Anyway 希望大家繼續 WhatsApp 你們想說的故事給我聽 第二個 護士姑娘的朋友 我多謝你的內容 但第一個 我問你想你 如果你說 我好沉悶 我有時候都很沉悶 我都想有人陪一下 也正正如此 各位網友 這個世界上 怎會有混不出的女兒 我也是說一句 只有混不出女兒的混蛋 就沒有混不出的女兒 就是寂寞這兩次搞定 真的 好想的意思 好 明天再見 拜拜